Hello,大家好,我是冬冬 在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先要说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送大家一点东西 就是这些 全都是苹果的那个耳机保护套 是这个品牌给我的 LAUT 我之前也送过他们家一些东西 都是他们厂上寄给我的 寄给我让我去试用 说实话这些周边产品 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出视频 我就直接跟厂商说 那你既然想让我出视频的话 那你就直接给我寄一些吧 我把这些全都送给粉丝 这一次他寄给我的 是这一些耳机的保护套 有这种硅胶的 也有这种完全是硬的 OK,一共有这么四款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留言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这一次就不那么费劲的去抽奖了 我直接在留言里面去找一些想要的朋友 然后直接给他回复 我就随机抽了 无论你是在YouTube看到 还是在B站看到 都可以都可以留言 我会在这两个平台随意的抽出两名朋友 然后把四个给送了 这四个给送了 OK,这是第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开了一个群 是专门为Plex的用户而开的一个群 这个群主要是为了让一些使用Plex的用户 可以进行一个媒体库的交换 当然为了防止有一些人进去白嫖啊 他自己没有媒体库 我仅仅是去为了用别人的 所以我的这个群也设置了一定的门槛 不管是你的电视剧还是你的电影 反正他们的总数能超过100步 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群 我是都会需要截图来审核的 然后在这个群里面 大家就可以把你自己有什么电影这样的截图发出来 然后去邀请别人或者是别人邀请你 这样大家就可以共享我们的媒体库了 这样呢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们手头的资源 因为共享才是王道嘛 OK 这就是我想说的两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整题 OK今天我要给大家开箱的是一样 我相信啊95%看我视频的朋友是用不到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利用这一样东西 它就是来自于Atoms的Shogun 7是一款监视器 也可以说它是一款陆机 它是集很多功能于一身的一台监视器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说看我视频95%以上的朋友用不到呢 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东西 它适用于像剧组或者是小型的工作室 今天我也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大致的来看一下它有哪一些功能和有哪一些接口 还有它的外观是什么样子 我在去年还是今年初的时候出过一起Atoms的Ninja File那一款小型监视器的这个体验视频 当时我那一台还是去找一个地方租赁过来的 因为那个当时我对它极其的感冒 极其的有兴趣 因为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就会对画质这个东西有无限的要求 真的是有无限的要求 因为Ninja File它也是一款陆机 它是可以提高你原本这个器材的素质的 因为你这个相机它原本内录的这个性能是不会特别强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HDMI输出以后 它的这个视频信号 你在录制下来可能画质会更好一些 我出来那期视频之后就认识了Atoms他们官方中国官方的一些人 然后和他们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这一台机器也是我专门向他们要过来 然后来做一期开箱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国内的视频平台 关于这一台机器的开箱还有试用是很少的 OK接下来我们就来开箱看一下这一台价值14000块钱的监视器 对你没有听错 它是价值14000块钱 像我身后的这一台27寸的显示器 它才2000多还是3000多 而这一台监视器它只有7寸 它却价值14000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价格如此之贵的监视器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次Atoms给SUGUN7准备的这个包装盒 NINJA FIVE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塑料的泡沫包装盒的 和DJI的产品差不多 OK我们把这个包装盒拆掉 这边有一个解锁 两边都有 哦是不是拿反了 哇比NINJA FIVE要大很多 哦毕竟是7寸的 NINJA FIVE是5寸的 也厚一些 真的要厚一些 接口这些我们等会再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配件 它还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硬盘盒 这个硬盘盒是可以让我们使用传统的2.5寸硬盘的 当然SUGUN7它也可以使用它们定制的那个SSD 那个要更小一些 这个插上去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突出 大家看 然后这个是它的电源 它还送了很多这样的插头 让你适应不同的国家来使用 然后它还送了一根 mini卡农口 这根卡农线可以直接让我们使用麦克风来进行 音源输入 这也是SUGUN7和NINJA FIVE不一样的地方 NINJA FIVE是没有这根线 也没有这个接口的 其他的配件 就没有了 剩下的就是 它的一块贴纸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贴纸 这是一个贴纸 还有它的使用说明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SUGUN7 它的接口有哪些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部 它可以搭载两块电池 它应该是一块电池就可以驱动 它搭载两块电池可以增加它的续航 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会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这一边就是它的硬盘插槽 下面的这一排影像信号端子是它的关键 它一共可以接入 我给大家数一下 一二三四光 SDI就可以接四个 这个OUT2是输入和输出都可以的 这是三G的SDI 然后这边还有12G的SDI输入 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接入四路的SDI视频信号 和一路HDMI视频信号 并且它可以同时录制 这一点是宁加File做不到的 我现在有两个机位 上面一个前面一个 我现在只能通过宁加File 来记录我前面的这个视频信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侧边 它的侧边就是和宁加File一样 它的HDMI的视频输入和输出是在侧边的 这边是一个输入 这边是一个输出 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远程控制接口 这一侧上边是它的电源键 然后下边是一个3.5毫米的监听接口 可以接耳机监听 然后最下边是它的XLR莲花接口 它可以支持平衡音频 也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立体声 正面就是它的这一块核心所在了 我们先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 这是一块7英寸直下式的LED屏 它具体的参数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列出来了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这一块屏幕的对比度 竟然能达到100万比1 我还没有开机看过这一块屏幕 但是我能想象到100万比1的对比度 它的黑色应该是可以和OLED去媲美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让我感兴趣的就是 它能达到1500尼特的亮度 我前段时间一直想买大江的那一款新遥控器 就是带显示屏的那一款遥控器 大江说那一块显示屏的亮度能达到1000尼特 已经把它吹爆了 在室外有多么多么的清晰 但是这一块监视器它的亮度能达到1500尼特 我无法想象它在室外的表现将是多么的惊艳 回头我出去飞无人机的时候 拿它来当监视器试一下 应该是很赞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顶部 它的顶部依旧有散热孔 但是好像只有一边是真正的散热孔 这一边仅仅是为了美观 所以做了一个对称 它的底部是没有任何散热孔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台硬杆7虽然它的硬件上 要比宁家file提升很多 但是它的外壳却并不是全金属的 宁家file它的外壳是全金属的 它的这个外壳我感觉并不是金属的 我说不上是什么材质 应该是塑料的 这一点让我有一点点失望 我还以为书杆7它的外壳也是全金属的 因为宁家file它的外壳质感非常的棒 OK 接下来我去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宁家file和树杆7它们外观上 还有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上的一些区别吧 OK 这一台就是宁家file 而这一台就是树杆7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它们的大小 刚才我也说了宁家file它是全金属的 它真的这个这种质感非常的棒 宁家file这一块这一块的材质是金属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还磕了一下 这个地方露出的都是金属 这一台宁家file它是很小巧 功能很强劲的一台监视器 而这一台树杆7可以说是为专业的团队打造的 它可以同时录制四路高清信号 它的这个录制的能力啊能达到 5.7K 30p 5.7K 30p 而且4K能达到120p 2K能达到240p 如果你的摄像机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准的影像输出的话 树杆7它的记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点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吧 这两台机器都是使用这种F750电池的 接下来我们给它装上电池 然后给它安装上硬盘 这个硬盘盒我已经装好了一个2.5寸的SSD OK 我们开机来试一下 它这边还有个指示灯 Atomus OS 10.2 这边显示它有三个电量 但是它只可以插两块电池啊 OK 我们给它接入信号源 我现在的这个信号源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 也就是我这一台相机它现在录制的画面 OK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通过我前面的这一台摄像机 然后输入过来的 我们在这可以调整输入的信号源 我现在是HDMI 然后它可以来回切换 然后现在是HDMI 2.0 然后这边我是摄像机输出是开启的 我现在并不是Slog 我是HLG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显示输出 这有个监看 这个我显示HLG 大家可以看到我相机现在正在记录的是HLG 我直接可以让我显示的这个画面变成HLG的一个 校正过的一个画面 如果不校正过 大家可以看这个明显是有一些过报的 大家能看出区别吗 明显能看出来吧 这样呢就非常方便 它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我现在输出的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各种Log格式来进行录制的话 那大家都很清楚 你看到的画面是非常灰的 我们可以在这来直接监看各种Log格式 就比如说我现在套Log 如果你在这一块硬盘里面放置了 你现在所拍摄的这个Log的校正文件的Log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这套用 你可以在这台显示器上面看到 实时的看到 你现在录制的画面 校正过后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这非常非常方便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些菜单按钮 像这种波形显示啊 像这种矢量显示器啊 还有这个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这个该怎么称呼 还真不知道 然后这种对焦啊 这个是看对焦的 然后还有这种斑马纹呢 看曝光的这些是都有的 然后这边还有放大 我们可以直接拖动画面 看我们这个对焦的情况 和画面的这些细节做的怎么样都可以看 然后这边是各种画面比例的调整 而这一块就是它的录制功能区域了 我现在录制的是 ProRes HQ 我现在改一下它的格式 然后把这个质量改成422 然后确定 现在就是ProRes 422来进行外录 我们来试一下 OK现在它正在进行录制 我一会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因为我现在这一台相机是A7M3 它的HDMI输出的素质并不是很好 外录的这个素质其实相差不大 所以呢使用A7M3来挂一个外录机 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对比 大家能感觉出来这个画面有有多么大的差别吗 如果你使用更好的相机 就比如说GH5或者GH5S像这种外录性能非常好的相机 或者是Nikon的Z6 Z7 因为他们已经和Atoms进行合作了 是可以直接录制RAW的 如果你使用这种相机的话 再来配合Atoms的这种外录机 那么你的这个画质真的是会美到不要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shoe-7M3它的视频输出 OK我现在把这两台机器连到了一起 shoe-7M3它不仅信号输入 而且它也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到这一台宁价Five上面 刚才我对比了一下 其实这两台机器 他们的操作系统完全一模一样 可能shoe-7M3它要多一些选项 因为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接口的嘛 这一点宁价Five没有以外 其他的都真的一模一样 而其他的功能 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具体的去演示 因为我并不是那么的专业 大家还是去看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对于这个shoe-7M3的使用吧 我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看一下它的外观和一些基本的菜单 和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等以后我可能会换更高级的相机来进行拍摄 等那个时候我再好好的利用这两台监视器 这两台录机来改变我的画质 好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shoe-7M3的这个最外面的这一层包装还暗藏玄机 看见没有 可以用它来进行对焦 也可以查看你相机或者镜头它的素质 真的 Atoms还是很细心的 并且 它给你贴了双面胶 你可以直接贴在墙上 这个真的很nice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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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